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把被砸毁以及掩埋的10台车辆一一的移除 昨天的清除作业是彻夜未眠 而山崩地点就位于知名景点朝靖公园的路口弯道 再往里走就是很多游客喜爱的朝靖公园打卡热点 海边还能够看夕阳 至于沿途还有八斗子假日的夜市以及海科馆等等 专家初步判断山崩与0403花莲强镇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主要可能是因为最近梅雨季到来 连日的豪大雨冲刷了迎封面常年被封化的土石 才会引发这一起无预警的山崩 过去滨海公路上像是基隆的碧沙渔港 外木山渔港等等都曾经发生过巨石掉落的意外 提醒您梅雨季节到来天气变得很不稳定 尽量避免行经这些路段 如果非走不可也请要时刻保持警觉 如果看到前方的山壁有细沙子掉落 或是不断有小石块掉下来 就别再冒险向前了 建议掉头改道行驶以侧安全 我用这个来讲就假设是山坡的坡面 那下面这边有个支撑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在很多的地方 都是在这个山坡的角的地方 把它切下去 切开做道路 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到就安息角 就会让它稳定的一个角把它切开 那当然就会相对失去它的稳定性 就会比较差 那再加上最近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长时间下雨 虽然最近没有下雨 可是过去累计的下雨 下雨下进去以后 会让土壤的土质变得比较松软 也会比较容易造成滑动或崩摊 过去AV级是比较有风险的 有一些摊滑的一些状况 那是属于我们列管的重点 那这次发现C级的 虽然它表面是碗 那每日的群检也都没有异状 那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深层的风险所在 所以我们会请国道 包括公路局 还有台铁 包括高铁 也针对类似的这些状况 再做一个检视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月内 完成相关的谈点 今天上午大型的机具 怪手 挖土鸡 山猫等等持续作业 您看到除了把这个受困的车辆 调离现场之外 也清理巨大的落石 预计抢通还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而昨天崩塌之后 希望尽快将道路复原 抢修人员是漏夜工作 此期志工也煮好了热姜茶 为大家暖胃去海 接着带您关心的是在健康话题 您会不好睡吗 不好睡的话 可能可以寻求这些良方 好比像是粉红噪音 听起来是噪音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大有助益 因为科学家证实了 听听粉红噪音有助于一夜好眠 甚至还能够增强记忆力 您可以选择在睡前播放一些融合自然声的轻音乐 好比像是雨声或是海洋浪涛的声音 有助于好眠 是因为粉红噪音的音频 与我们深层睡眠的脑坡频率非常的像 不妨从今天起试试看 因为能拥有好的睡眠品质 对健康大有助益 你我都希望能有良好的睡眠品质 想要睡得香甜 无论是舒压的下雨声 还是海浪拍打轻柔的声音等噪音 都具有助眠效果 最新研究指出更能增进睡眠品质 并改善记忆与让人放松的可能是它 想要了解什么是粉红噪音 必须先了解各种彩色噪音 最常听到的白噪音 是类似收音机或电视上的声音 因为包含所有人眼可见颜色波长的白光 而称为白噪音 棕色噪音听起来音调更低 发出令人愉悦舒缓的龙龙声 粉红噪音更像是雨声或是海洋的自然声音 专家指出研究发现 粉红噪音的频率分布 与人类在深层睡眠中的脑波频率非常相似 关于粉红噪音的研究目前还在进行 专家表示未来可能开发一种医疗设备 为病患量身打造粉红噪音 来改善睡眠或记忆力 但专家也强调使用噪音助眠 不能太过大声以防止听力受损 并适当让耳朵得到充分休息 大新闻张力编译 忧郁症患者共同症状会长期的失眠 没有办法好好的入睡 而这种睡眠障碍是由情绪引起 以中医的观点能够透过药物 针灸以及推拿来安定心神 台中此进医院就成功帮助了一名妈妈 摆脱忧郁情绪 她因为必须要长期照顾自己卧床的孩子 身心俱疲 暴瘦了十公斤 也断绝与外界联系 经由中医师的处方 为她调理身体 一年之后 身心状况都变好了 有勇气 有正面的能量 继续陪着孩子 双双走向康复之路 一年多前儿子病倒后 王妈妈寸步不离 日夜操劳的情况下 她短时间内报收了十公斤 我真的是极度的恐惧 让我的情绪非常非常非常的低落 我都不知道 我不想跟任何人讲话 我什么事都不想做 我只想看到她 我不知道那个叫焦虑 我只是很担心 长期照顾我之上 这又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而是持续性的 它在一个点上过不去 如果是出现这个讯息 我大概都知道 它可能有一些过度思虑的问题 中医观点 忧郁症是情治病 首要是要把心稳住 常常出现了烦 心中烦 不得握 你心里有烦 你睡不着了 它的原因在哪里 它是属于不足的 也就是虚的部分 那我们就补 适当地补虚就好了 那如果是什么地方太多 那我们就把那个多的地方 去掉就好了 哈喽 嗨 我来了 你好 睡得好吗 现在大概可以睡到 大概四点 大概十一点到四点 以后才会起来 催眠时间可以再拉长一点 除了中药调理 针灸也可以安定心神 神门就是直接安心 直接安心 就是让它可以待沉的时候沉 因为这个对助免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比较不会胡思乱想 一年多来的中医治疗 王妈妈终于从惊慌失措的情绪中 慢慢稳定下来 陪着儿子继续前往苏醒的道路 我们都很勇敢的 妈妈每次都跟他讲 我们就三个原则 信心 安心 然后勇胀 OK 负面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都不去想 抱着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 就是我相信它一定会好起来 大爱新闻 柳博明江丽君 台中报道 抽烟 过量饮酒 以及三高问题 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 一名50多岁的妇人 长期戒除不了阉影 做健康检查时 医生就发现了 她的心脏主动脉 长了一颗瘤 还非常的大 是有5.3公分左右 比乒乓球还要大 幸好即使检查出来了 动了手术 解除了动脉瘤 随时可能破裂心脏衰竭的死亡风险 许多心血管疾病 初期没有明显症状 不容易察觉 一名长期吸烟53岁的中性女士 过去没有心脏疾病史 但日前在做全身健康检查时 却发现心脏主动脉根部 有颗5.3公分的主动脉瘤 还伴随着主动脉瘤逆流的问题 我们的主动脉瘤 它基本是三片叶子 那你可以想象到 它本来的功能应该是确保 你打出去的血都不会倒流为心脏 可是当你有逆流的时候 那久了之后心脏就会变大 就会引伸到后面 比如说心脏衰竭的问题 主动脉是人体重要大血管 导致主动脉瘤的原因多元 其中病患会有50%到80%的比例 也会伴随主动脉半逆流的问题 医生建议 如果主动脉瘤已经大到5.5公分以上 就需要进行手术 且大多会以致患主动脉瘤的方式治疗 又分为机械与生物半膜 机械半膜它的可使用的寿命比较长 但是缺点就是它必须得要一辈子要吃抗瘤血的药物 那生物半膜基本上它不需要一辈子的吃抗瘤血的药物 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15年左右 可能会面临到这个生物半膜概化 甚至退化的问题 手术能够得到治疗 但术后的后遗症可能也会带给患者生活挑战与不便 建议民众除了保持良好生活作息外 定期去做健康检查 追踪身体的状况 才能降低发生疾病的风险 在新闻 吴亚晴 邓英中 台北报导 我要感恩我太太 因为在我人生中进修硕士学位的时候 她不持辛苦的养家还有缴房贷 那我又要赶快毕业 所以不想让她那么辛苦 最后我想感恩她的是 谢谢她成就了我求学的时光 那最后如果她未来有什么愿望 我也想要圆满她 无论她想要做什么事都可以 国际焦点 美国夏威夷的基劳亚火山正在喷发 从列系中喷发出的熔岩 看起来触目惊心 索性喷发的位置是国家公园的偏远地带 熔岩量也偏低 不至于构成直接威胁 基劳亚火山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还记得2019年吗 当时夏威夷一连串的地震 加上火山大爆发 几乎变成了燃烧中的火岛 岌岌可危 目前这一回火山喷发 因为地处偏远 比较需要留意的是 靠着空气传播的火山龟 以及有毒气体的排放 斯里兰卡举迹暴雨 全国有八成地区受到影响 上万间房屋不是泡在水里 就是遭到土石掩埋 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16个人 滚滚洪水淹没了道路和房屋 民众将家当高举过肩 西家带卷逃离家园 斯里兰卡豪雨成灾 全国二十五个地区当中 多达二十个都传出灾情 截至这周一 有六千多人被迫疏散 一万两千多间房屋受损 超过十五人罹难 军方已出动部队 协助救援发送物资 当局也采取断电等措施 避免灾情扩大 同时宣布 全国各地的学校 这周一停课 南部地区的学校 将停课到这周三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印度大选经过长达 四十四天七个阶段 结果即将要揭晓了 现任总理莫迪 渴望无悬念当选 展开他的第三个任期 印度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誓言要打造出 世界级的制造中心 企图抢占中国大陆供应链 的确印度具有绝对的优势 因为它是人口最大国 十四亿人无人能敌 在许多国家面临少子化时 印度仍然拥有众多的年轻劳动力 不过高速的经济扩张 也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 当务之急是要快速发展基础建设 同时要推补各项的改革 让硬体以及人才的运策币 都跟得上雄心壮志 9.7亿人投了一个多月 印度国会选举落幕 出口民调显示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大获全胜 为现任总理莫迪三连任铺路 鼓会战事上演庆祝行情 在这之前 印度也公布2023年度制造业强劲 国内生产毛额GDP增长8.2% 但是印度全球制造占比 却远低于中国大陆 因此莫迪计划提高全球制造占比 把印度改造成全球制造中心 如此让全球企业分散 中国大陆的供应链替代选项 让印度能够与大陆相抗衡 但是劳工是一大招门 在印度 员工超过百人的企业 需要政府授权 才能聘用与解雇 莫迪计划采取一系列 轻商措施 让企业可以更弹性用人 印度有蓬勃发展的科技业 全球半导体正聚焦印度科技人才 但是印度同时也有陷入困境的老旧经济 所以莫迪续任后首要就是改革制造业 为更多人提供就业 大安新闻 彭信编译 转换一下心情 温馨气息要与您分享 高雄的慈激志工走进了护理之家 温言暖语 照服卧床的长辈 大爱一条街也为街头巷尾的人类长辈 祝寿轻声 开心的点原来是英贵 林里坚欢喜同庆声领受五位高零赏者的祝福 祝福大家心体健康 平安 世界平安 祝福大家心体健康 要把这种氛围让我们的礼民可以分享到 这一刻整条文武一街洋溢满喜悦感受丁力互助温馨情 养生操不健康 祝福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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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被遗忘 来 请你来到富库山 来到你来到 要把富库山的祝福来送给你 你看 很香 我给你放在你的箱头旁 让你啤到香香的玉兰花 谢谢 各位师兄师姐来这边 就是比较属于是心理跟灵性的一个层面的一个照顾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贴近耳边轻柔呼唤 一床又一床串起爱的涟漪 戴新闻 郑善美志工高雄报导 企业共善也能够融合慈寂的造血 干细胞验血 这回志工锁定的都是广告公司 其中一家公司的主管 女儿罹患血癌 更能够感同身受 号召员工参与 只要捐出10cc的血 就有机会拯救重症患者 重获新生 今天也是要来购乡圣局建党的 高雄近诗堂造血干细胞建党活动 来了一群年轻人 他们是广告公司主管 带领员工来参与 因为二女儿本身就是血癌患者 我更能够去体会说 这个疗程过程的一个艰辛 一岁半的时候就是得了白血病 然后在治疗过程中 就不幸就是有细菌破病毒的一个感染 导致他就是脊髓损伤 他女儿的痛 他都痛在心里 那就鼓励员工的话 大家来做建党 建党活动前 志工已经先到各家广告公司 进行详细的宣导 这次邀约了三家广告公司 我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也很愿意做这些事情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海 我会去跟他们宣传一下 请我们持续来跟我的员工来做一个宣导 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救人救急 去帮忙推广跟介绍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东西 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 三家广告公司员工纷纷卷起衣袖 捐出血液来做建党 他们愿意未来配对成功后 可以助人 让爱的效应继续传下去 大爱新闻学林香红树 林锦彪高雄报道 就读瓷记体系的学校 从幼儿园到大学 最特别的就是 始终会有一群专属的瓷记志工 以爸爸妈妈心长期陪伴 毕业季到来也举行了感恩茶会 学生们以心意回馈这一群守护者 每天的上下学都有一群家长志工 指挥交通秩序 保护着学童们的安全 张志工还蛮发喜的 因为其实除了自己 可以帮自己的小孩 那也可以帮其他的孩子 然后就是做个手机向下的 有点像是大家的家长 那感觉很幸福 低年级学生的游泳课 要在时间内进入更衣室换装 以及游泳后的冲洗 整理服衣等等 都需要志工爸爸妈妈的协助 因为我们都是在目的付出 我曾经也当目的那个 老步游泳时刻蛮开心 然后看着小孩子 可以平平安安到学校 也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当志工的一个责任 主任跟主长们 进场为我们的 志工们奉一餐 慈大附中国小部师生同仁 特别举办学期末感恩茶会 亲手奉茶感恩志工们的无私付出 谢谢这些报读志工 帮我们的资源班 同学念考试提供 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非常感恩茶道志工妈妈 帮助我们准备美味的茶汤及茶食 让我们可以用心的品尝 感恩你们所教导的人文 及优雅知识 感恩大家 跟爸爸妈妈行感恩礼 敬礼 校园生活处处都是教育 仔细觉察每一种方便 都不是理所当然 懂得付出更学会 知足与感恩 大爱新闻 正上美志工陈坑木 花联报导 关心下午过后 全台各地天气状况 北部地区气温落在 22到26度之间 中部应时短暂正正雨 温度24到28度 南部25到29度 东部应时多云 22到28度 离岛澎湖的降雨 机率较高 气温落在20到26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 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大爱剧新苏组 我是柳芳瑜 我们明天见